OK 3.2的部分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长度的测量 那我们的这个 最典型的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腰围 我们的肩膀的宽度 我们手臂的长度 这些就是你买衣服 要去懂的测量的 腰围如果你是 32寸 你买了 24寸的肯定就传不下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腰围通常 他们会用寸 所以有一些时候 我们不一定是用SI单位 所以就是在生活上可能 CM有点太小 可能他们就会用大一点的单位 可能也就是因为之前 已经习惯了 所以就换不了 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用回寸 不过呢 你可以自己的再去换算 我们上网打一下就可以换算的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长度 那我们就要想到这个 长度的测量工具有哪一些 大家都应该都会有指尺 就在你们的 铅笔盒里面都一定会有一个指尺 那这个是我们的最常用的 指尺 其余的可能就是实验室才会用到 或者是某一些情形 像装修的人 他们会用这个卷尺 因为如果一把尺 一把尺长尺的话呢 去到30CM 但是他们要量一张座纸的长度 或者是一个门的多大 可能肯定的就超过了30CM了 所以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指尺 好像不太能够用 所以变成了他们要用卷尺 那短的卷尺 差不多去到3CM 那长的可能去到10CM都有 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淘汰这种了 第一 这一种卷尺呢 比较不准 第二 它可能比较不方便 如果要量高度的话 好像说他们要量CELIN HIGH 哇量高度可能他这个操作是有点辛苦一点 所以现在呢 很多已经开始用laser了 那这个laser呢 它的操作原理呢 大概就是光 因为我们知道光的速度 所以它去到那边 bounce back的时间 他们这个精准的这个仪器再计算一下 它就大概 它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长度有多少 所以这种操作呢 非常快 而且精准的很多 只是说这个精准度 你可能都不需要用到这么精准 不过呢 你可以很快的操作呢 这个是最方便的地方 不过也不便宜 一个一家东西就差不多上百块了 就可能一些 如果是常常用到的 可能就划算了 如果是我们平时 要放在家里 要放在家里 作为一个安全 就是说有时候 突然间想要买一个 一张桌子 你要量一下的话 你可能肯定就不会用到这个仪器 除非是那些人 真的是做装修的 可能就会买 因为他们每一天 每一天工作会用到 不过我家里是有一个卷尺 就是放在家里 可能某个时候老婆讲 我在这边放一个桌子 你就量一下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卷尺 有时候卷尺有另外一个好处 是因为它可以转弯 像这种比较软的 这个是铁片的 这种卷尺是不太适合转弯用的 所以这种有一些是皮带 皮质的 那它就可以转弯 像如果说它要量腰围 要量这个比较典型是腰围 如果是量腰围的话 比较适合用左边这种卷尺 所以卷尺是有两种的 一种是适合拿来转弯的 另外一种它用的时候 还是应该要打直用的 如果转的话 这个铁片可能会割伤你的 所以这个也不太适合转弯 这样子来用的 再来的内卡尺跟外卡尺 这个是比较会在实验室会用到 这个实验室的话 内卡跟外卡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其实是量一个 比如说像杯子 像这个 像烧杯的直径 那它的外面的直径 和里面的直径 会有差别 对不对 因为外面的话呢 那就会包括了这个杯子的这个飞币 包括了两次 那里面的话呢 就没有包括 所以有时候呢 曾经有问过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用内卡尺测量了之后 再用外卡尺测量 给你这两个数据 请问你的这个玻璃币是多厚 那你就要相减除以二 对不对 所以这种类型的题目呢 曾经有出过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 那这两个不方便嘛 又外卡一个仪器 外内卡一个仪器 所以他们就用了 有一个叫游标卡尺 这个英文名 你们也稍微记起来 因为蛮出名 Misha 所以这一个的英文名叫做 Vernia Caliper Vernia Vernia Caliper C-A-L-I-P-E-R 之类的 OK Vernia Caliper Vernia Caliper呢 它的好处呢 就是说 它这一边呢 就会有一个 Clam这样子的 有点像是 外卡尺的一个功能 就可以夹着它 直接计算出 它的外面的 内外镜了 那这个图 好像被cut掉了 它在上面 其实是有一个 内卡尺的一个功能 我们稍微的放大一下 我再帮它补回上来 可能这个图 被吃掉的感 被吃掉的原因吧 像这里好像被割开了 那事实上来讲呢 它这样子打开的话呢 它会有这一边 会有一个这样子 像外的一个尺 所以 这个跟这一边 是对齐的 这一边是 跟这一边 是对齐的 所以它会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形状 所以这个呢 又有一点像 内卡尺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量内镜 所以我们其实呢 实验室呢 我们没有内卡尺 跟外卡尺 我们基本上 用一个游表卡尺 就可以顶着 两个东西了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它可以量到 比直尺还要更加精准 怎么说呢 我们的肉眼 其实看不太处 一个mm 应该还可以看到出来 0.1mm 我们看不太出来 太细了 那个线 普通的人眼睛 应该没有办法看出来 所以呢 它怎么办呢 就是有一个 我觉得数学蛮强的一个人 他在这一边呢 就做了另外一个scale 这个scale呢 就可以让它 有一个数学的formular 精准的是怎样去操作呢 我们可能高中才会 详细的讲解到 但是呢 这个scale呢 就是让你 因为那个线啊 如果你的长度呢 那个线其实没有对到很准的时候 OK 也就是说 你可能就讲 它好像 跟我的那个零点 比如说我量到3.3cm好了 OK 3.3cm 就是说 我们这个点3的意思就是3mm 但是它又对到不是很准 好像有一个gap 那你要知道这个gap多大的话呢 它就在下面的有另外一个scale 来让你对齐 如果对齐的数目是5的话 就代表它下一个位数呢 会是5 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 应该是数学蛮厉害的人讲出来的 所以这个游标卡词的厉害点呢 就是说它还可以再比一个mm 还要更加细 它可以读到0.01mm 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 更厉害的是这个 螺旋测维器 这个螺旋测维器的英文叫做micro micro micro meter screw g g g ye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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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发现到哈 你有发现到哈 尺尾气这个位就是micro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直翻译的话 micro其实就是尾 所以你可以看到华文字有 英文字有micro的华文字就出现尾这个字 你有发现到就很好 呃但是他其实没有去到micro meter啦 呃 算吗 他 因为他可以看到零点零一mm which is 差不多十多micro meter 所以他精准度去到十多micro meter 左右 啊 所以他怎样呢 他就是利用旋转 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旋转呃 呃 再配合那个gear的话呢 我可以旋转很多拳 我的这一边才移动一点点 啊 所以就变成了他可以呃 又利用这个旋转呢 来看到更多的这个位数 哎 这个也是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这个精准度呢 去到一个mm OK 这个精准度来讲呢 你可以写一下 一般的直尺去到一个mm Vernia cap lipper去到0.1mm OK 呃 micro meter screw gauge呢 可以去到0.01mm OK so 呃 正确来讲怎样去读 怎样去看呢 可能是在PT3的课程会有 讲到 呃 那你就看你的老师 呃 教你们怎样看呐 OK so这个在同同考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没有考的 OK 你只是只要要认识这三个东西 因为他呃在长度的这个呃计算来的长度的这个测量来讲的他是很出名的这三个音器啊 OK but应该现在还有应该有仪器呢可以去到更精准的啦 只是说我们在有点像是mechanic方面呢我们能够做到最精准的应该就是这个micro meter screw gauge 电子的可能需要更精准的可能需要更精准的 就是这个反射的反射的原理来测量这个海的深度啊 用电子波的反射 所以他会更加精准一点啊 那这个雷达的话 是发出电子波所谓的电子波呢跟光啊是差不多呃应该是讲呃电子光是一种电磁波但是雷达是不是用这个光波呢就未必他可能是用一些呃比这个光波的波长比较短一些的另外一种电磁波 啊像我们的radio wave这样子哈说这个雷达呢比较会在呃一些飞机啊飞机的一些呃他们要侦测出境有什么样的呃东西啊 说这个呢是雷达的系统 哎也是反着啊只是说这边是用电子波的反射这样子 那还有一些是还有一个是卫星啦啊卫星定位系统GPS那现在我们的基本上 所有的手机现在都有这个GPS功能可以告诉你说啊你现在在地球的哪一个位置呃免费的哦这个信号反弹下来他告诉你你是在哪一个位置这个呃以前是不以前是以前是只有那种军方可以使用现在已经是开放给所有的人呃所有 都走机都可以免费的得到这个信号哦免费给大众 也很也也很感激有这个技术哈我们驾车呢是方便了很多今天我去打VAC他给我那个地方呢是呃那个地方我是看了面之后我是看得懂 但是结果他把很多路段给给给给啊啊因为因为要做那个highway的关系很多路段关了我不知道走错了好多好几次不过因为这个GPS的关系哎走错了他就告诉你哎你走错了啊啊啊转一转然后在哪里转回去啊 呃兜了几次不过还是可以去到哈是已经很方便了以前你知道吗我不是我的年代我哥哥的年代他能驾车的时候 一直拿拿一本书那个map在哪里翻我刚才经过哪里所以他们花的时间更多而且更加的not secure以前还有那个手机也只能打电话而已没有apps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只是靠电话问人啊我问爸爸啊打电话给爸爸啊啊我走去哪里了我遇到什么然后呢问路这样子啊所以以前的以前真的是很辛苦的啊现在有GPS是非常方便的OK好不要聊太远啊然后yes 怎么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啊 雷达跟光你可以讲他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他的速度是一样的 雷雷达的这个所谓的电磁波应该怎样讲的这个是在初三的时候会讲到其实我们的光就是电磁波的一种 但是他的这个呃那个frequency呢是规定在哪一个范围内那些我们才叫光我们叫他可见光 其余的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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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microwave用的也是电子波 OK,所以电子波有很多种 光是其中一种 所以它的速度呢,是跟光是一样的 在空气啊,或者是在真空呢 是走三层十的八字房 大概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度的单位 所以前面的有已经提了 所以长度的单位呢 我们用的是米 它的符号是M 那还有其余的 如果你觉得M太小 你有时候可以用KM 所以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是CM 更小的话是micrometer mium m 微米 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是跟那个磁头有关系 磁头学了吗 磁头有讲了吗 OK,anyway 这个磁头有关系 So,K其实是kilo的意思 所以代表是有1000啊 所以它这里有三个零 就可以取代这个K 那 CM呢,是两个零的 就是它是 不过它是比较小的 So,100CM等于一个meter 然后10个MM等于一个一个CM 还有的就是micrometer呢 是更加小三个零 比MM小三个零 所以1000 micrometer等于一个MM OK,所以这个呢 是跟它的这个磁头关系 So,你会看到后面都是M的 前面是那个C啊 Kilo啊 Micro啊 Mili啊,这些啊 So,另外一 Yes So,一个KM等于多少微米啊 嗯 一个KM 呃 我算一下啊 它一个meter是等于 10的6次方 也就是100万 micrometer 再补三个零 就是10的9次方 所以后面有9个零 后面9个零我们是叫11 然后我们叫11 所以是11micrometer等于一个KM 大概就这样子啊 哎呃 我希望应该不会是 应该不会问到这么复杂了啊 就只是说可能中华呢 它会有一些的呃 类似这样子的晕算 不过我们词典在看下它的力阶级 我们会再详细讲解啊 要怎样去做这个晕算啊 那这个是我们的 twin tower 呃 四百五十二meter 是呃 好像最近起了一个比它更高啊 然后好像是找中国的 建筑呃 建筑的 这个技术来帮我们起的哦 so这个也是啊 啊 all right so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令呃 词典要编一个更高的 以前是KL tower 是最高的 然后过后又起了这个双风塔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起了两栋 诶 然后呢 今天呢 呃 现在最近呢 好像又在起了一栋 哦 OK 那米特的这个系统以外 有什么问题 啊 啊 所以我听不清楚 没得卡 打我 好像是叫 没得卡到我 我又不知道 最新奇的那个 我再去 find out 下好吧 OK 不好意思啊 OK 好 说呃 除了米特以外呢 我们还常用的是这个 fit啊 就呃 那个其实是英国用的 只是说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曾经被英国统治 所以我们在马 呃 这一边呢 也有时候会用到fit 啊 这个呃 其实是food啦 food是 singular 我们叫food 然后如果是 clural的话呢 我们叫fit OK so一个one food 是around 30cm左右 我是计30啦 精准的话呢 是30.48cm OK 呃 什么时候会用到啊 我们一般是用在面积的时候 算物质啦 我们会讲哦 你的物质是多少 呃 square feet 然后我们用惯了这个单位 如果你突然间 呃 用七meter平方来去算这个物质的大小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听不太懂 啊 so呃 变成了有时候呢 你要你要按照回当地的一个习惯 好 来来去配合那个要用的单位 哦 OK 啊 池头哈 现在才讲到 这池头 yes 呃 有什么时候用到fit啊 啊 这样 像什么啊 有时候啊 人家问高度会也是会问你多少fit 都一般的人是四尺到五尺左右 所以呃 180以上大概就就会有六尺 所以如果有六尺的人应该就是非常高啊啊 就是五尺的普遍的普遍的大概都会有五尺多啊 女生有些会去四尺多这样子 哎不到五尺其实是蛮矮 因为五尺大概是150多吧 150多吧 都你不到五尺的话呢 就嗯 那有点矮啊 这样啊 啊 啊 OK 好 呃 除了高度 呃 寸的话呢 就是可能腰围会用到寸啊 好像腰围一般 一般是30 男生应该都会去到30多吧 我是40多了 哎 呃 然后呃 呃 女生的话可能是20多的腰围就呃 那种非常苗条的20多 哎 说这个是寸的哈 呃 词的话 我一般就是高度啊 跟这个这个物质的大小啊啊 就会用到尺啊 OK 其他应该是没有了吧 好 那我来看下这个池头哈 池头呢 你会看到哎 这个K啊 对吗 KM啊 这个K在前面啊 然后呢 CMC在前面 这些东西是什么 呃 这个其实叫池头 像比较普遍的话 是Kilo是1000的意思 然后Desi是10的负义次方 也就是十分之一的意思 像CM我们常常用的这个C啊 Senti啊 它其实是10的 呃 呃一百分之一 所以你会看到然后M Mili是千分之一过后呢 你会看到呢 它都是三个零三个零上去的 这样加三个零的话是micro 再加三个零是nano啊 当然还有更在下的哈 呃 再变成负十二次方是biko 然后再下十次方就呃三次方就变十的负十五次方 好像是叫Femto啊 所以都都越来越下的都有名字的 这在更上其实都有的 像Kilo再上去三个零就变十的六次方 那个叫Mega 对吧 Mega上去就Giga Giga再上去就Tera 你们在哪里有接触过吗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Memory啊 我们就用到Gigabyte 以前我的时候啊 那个那个PenDrive只是256Mb 在更早前是一个floppy 1.44Mb 哦那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 呃过后有了PenDrive啊 那个PenDrive就差不多从 从256Mb开始 去到512Mb 再上去就一个Gigabyte 啊现在的 现在的PenDrive随随便便都30 30多个Gigabyte 32个Gigabyte 六十四个Gigabyte 这样子啊 再上去那种Hard disk就是Tera 费了对吗 所以现在也可能 呃以前是去 以前有那个叫什么名啊 到啊 Disk drive的 技术呢 啊我们去到了Tera 但是呢 那个Disk drive的技术不是很好 Disk drive的话呢 它是用这个电 呃电磁感应 就他变成了很不稳定哦 所以那个电脑很慢的 走是过后呢 他们发现到这个 呃 Solid SFB的技术比较好 就变成了他们放弃了很大的容量 比较少的容量但是比较stable 然后电脑也比较快啊 现在的电脑的一般是256啊 或者512Mb 呃Gb罢了 OK so Terabyte 迟早啦 我们会上回去 Teraby的一个范围的 啊 所以这个是Tera 再上去的话呢 其实也还有啊 不过 这些都是我们的科学家保留的啊 呃会有用到都已经命名好了啊 这可能目前还没有啊 目前可能在呃电脑上还没有用到 但是可能在其他方面已经已经有用到了 OK 好这样的大概是这样子了 尺头的 OK再来呢 我们刻度尺的使用啊 我们测量的时候呢 跟之前之前我们有有讲读什么啊 读读量桶的时候那个眼睛要水平啊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道理 因为如果你不是水平的话呢 你可能会看到比较多或者比较少啊 就呃就是看你的眼睛的位置 所以测量的这个尺呢也是一样的 你的眼睛呢要在正中间 不然的话你会你斜看的话呢会看到比较多或者比较少 那就不准了 OK所以呢这个刻度法的也呃使用了你必须要啊眼睛的必须要啊垂直于这个刻度尺 那如果是有圆形的怎么办啊 啊像这种情形呢 其实你看不太呃有一些时候呢 就是粗粗一点点 你要怎样准确无误去估算呢 在这种情形其实你没有办法看的很准的话呢 呃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看他靠近哪一个 向这个情形呢我们就讲他是两个 cm ok然后还有的就是如果是圆形的话我们一般是不要不要说从中间 我们最好是有一个 呃 呃 呈90度的词 来gap 然后不要从零开始了 可能在中间那边5cm开始去计算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 呃 不准确的一个看法 然后你可以尝试下去测量你的手 手指跟手指的距离 如果你弹钢琴的话呢 你的钢琴老师可能要知道一下 因为你的 你的手指的宽度的代表 呃 代表着你能不能够弹那一首歌 至少要 呃 拉拉开的话呢 至少要一个octave啊 然后有弹钢琴的人就会知道 呃 所以这个手指 呃 手指的宽度啊 对这个 钢琴弹钢琴的人来讲啊 就非常重要的啊 OK 所以你可以去测量一下啦 你的手的手指的宽度啊 呃 你可以尝试一下目测跟你真实量 会不会有一些差距 啊 真正应该是会有差距啊 OK 人的眼睛没有办法 好像非常的准确去看出来 啊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有呃 呃 刻度尺啊 来帮助我们准确的测量出来 OK OK 所以像呃 课本的厚度啊 长度啊 呃 宽度啊 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测量一下 那我就不不不在呃 详细的讲解 这边我要稍微的讲一下呢 这个是试管的厚度 因为曾经有考过这个题目啊 像他们拿了 外卡尺就是把试管啊 试管这样子卡卡着他 然后呢 就堆去我们的尺那边去量他的这个长度是多少 然后呢 这个内卡呢 也是一样呢 呃 卡了之后呢 就在量他的长度 那他真正的那个计算啊 应该是两个相减再除以二才是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厚度 还要还要记得的是他要连续量三次哦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我们卡了之后呢 移动出来啊 可能会有跑了一点 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误差啊 可能因为会有震动的关系会有误差 所以我们测量啊 每一次哦 我们不测量一次 我们可能要测量三四次啊 然后呢 取平均值的 所以这个是为了要减少误差 我们有一种误差呢 叫做 呃 呃 叫什么名啊 偶然性误差 所以这个名词呢 在高中的物理呢 我们会再详细的讲解 不过呢 你要知道说我们测量呢 都一般都会测量几次 然后呢 取平均值的 OK 这个是为了要减少误差 你这样这样子记就好了 OK 然后呢 这个厚度来讲呢 你就是量了三次 取平均值 在平均值 互减再除以二 记得要除以二 因为不除以二的话呢 就是算了两次的厚度嘛 对不对 因为这边你是 因为这边你是 呃 这边的厚度跟这边厚度 有算进去的 所以如果你减了之后 它其实是算了两次的厚度 记得要除以二 OK 这样的弯弯曲曲的这种盒怎么办呢 一般来讲呢 我们可以用呃圆规拉开两个脚大概两个0.53cm然后看它有分了多少段然后多少段之后呢就再加起来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用绳子然后呢对准它尽可能一个MM一个MM这样子对过去呃 记录了之后呢拉着它来测量啊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哎就这里呢只是提供你的一种方法因为他觉得0.3cm已经是非常短了啊应该是差不多很靠近一条直线所以呢他只是用0.3算段数之后啊再乘起来啊 所以呃就是说他把0.3每一个0.3cm呢都相等于一个呃一个直线啊来测量他啊 所以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模式 OK 所以在这边呢如果我要计算一张纸的厚度怎样才是比较精准啊这个河流还有比较精准的做法吗 那这边我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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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张纸 100张纸了之后呢 你去量它的厚度 量了厚度了之后呢 再除以100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就会比较精准一点 如果你是用长纸 直纸 当然最好是用越精准的越好了 就是如果你有螺旋测维器 你放100张 用螺旋测维器测量了之后呢 再除以100 这个就是最精准的一个做法了 OK 所以一张纸呢 很难量的 也很难量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